You ready? Yo! Let's ride! Come on! Yo! Hello,大家好,我是Michelle 今天这期视频呢,要跟大家做一期运动穿搭类的视频 那大家应该知道我运动到现在 其实陆陆续续也坚持了快一年的时间了 那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呢 也给自己入了好多好看又实用的运动单品 我觉得通过这一年的健身 自己可以明显感受到很多变化 从自己的一个体态到饮食到整个皮肤的状态 都有一个更高的提升 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准备了一共四个不同的运动穿搭 那所有单品都在这里啦 这些单品都是我平时运动很爱穿搭 包括功能性很强的一些单品 我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样 我觉得女孩子运动都喜欢穿的好看一些 这样运动起来才会有更大的动力 那在每个穿搭里面呢 包括三大类型的运动服饰 bra, leggings,最后就是运动上衣 那因为现在气温也是慢慢的开始变凉了 所以我还加了两条外套 这样让你不管是在日常穿搭也好 通勤也好 都可以让你做到一个保暖的效果 好,那就废话少说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 我是怎么来选择我的运动单品呢 在我的衣柜里呢 所有的运动单品几乎都被两个品牌被承包了 那就是Lululemon跟我最近发现的Maya Active 那Lululemon大家应该对它不再陌生了吧 特别是对于健身宝宝们 大家衣柜里一定会有一条他们家的大爆款 那就是Aligned Legging 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那Maya Active是我今年运动以后发现的一个新品牌 那这个品牌特别吸引我的一点就是 它的设计都是为亚洲身材女生而打造 所以在很多Maya家的服饰上 你可以找到一些非常走心的设计 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来分享 他们家我非常喜欢的一些单品 接下来呢我要特别来说一下运动内衣 我觉得女生一定要选择一条非常适合自己的运动内衣 我一般在选择运动内衣的时候 会选择一些比较轻出手感比较好的运动内衣 其次就是它的支撑一定要非常的好 这样在你做运动的时候 可以预防对你的胸部带来很强的冲击 最后在选择Legging的时候 我觉得除了塑形效果 还有就是延展性一定要非常强 这样子穿起来才会比较舒服跟轻浮 好那我们废话少说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look吧 那今天我这一套呢 是搭了一个灰色的卫衣 但是这个灰色的卫衣 它有一丢丢的小心机 那就是它的右下方有做一个打结的设计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在这里面呢 我就搭了一个MAYA他们家的运动内衣 这个紫色非常的好看 那这一件运动内衣呢 是我在MAYA家的Top3单品之一 那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它 首先它是一个前拉链设计 除了方便穿托 在拉链内侧里面还装了一个内扣 这样子穿搭起来会更安全防止走光 我觉得好看的运动内衣 往往都在它的后背设计 好看的背部设计 可以让整条内衣看起来更有时髦感 而且还能让背部线条看起来更好看 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就是 这款内衣真的是平胸妹子们的福音 因为前拉链设计可以让你的胸型看起来更丰满 它的聚容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在这款运动内衣外面 我还搭配了一款MAYA家的Air银杆梯 他们家的银杆梯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件单品 我入了很多不同的颜色 这一件T恤其实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背后的一个镂空的设计 可以露出你内衣的肩带 除了它的设计以外呢 它也是一款非常有透气性 非常舒适的一款上衣 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欢紫色这系列的颜色 那这一款是温柔紫 然后加上它的颜色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高气 非常的女人 那最后就来说说MAYA家 我心目中的No.1 就是这条云感裤啦 这条云感裤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也是在他们加入的第一款单品 那这条云感裤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它的面料质地 它的面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软 他们家的云感面料是MAYA家的一个独家面料 跟LULU家的LULU有的一比 我也觉得这个裸感裤的面料 就是要这种轻薄又轻肤的手感 摸起来才会更舒服 那这个云感面料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一个哑光的设计 所以它不会有任何反光效果 这样穿起来呢也不会显胖 不管是像这种浅色也好深色也好 都是非常百搭的颜色 因为我觉得MAYA家的颜色选择本来就很多 特别是像这种浅粉色啊浅紫色 真的是好温柔好好看 特别适合亚洲女生的肤色 真的是穿上身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背后的一个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吗 它有个提臀线的设计 这样子穿起来呢也会让你的臀腿线条 看起来更流畅 那其实这条裤子非常适合做瑜伽 或者是一些体能训练 那像我是168的身高 其实穿这条裤子呢 差不多是一个七分裤的长度 这样长度的裤子穿起来会更舒服 也没有任何的拘束感 所以非常推荐它可以感受一下这种穿裸杆裤的幸福感 不光是你做运动也好 居家也好 我觉得像我这种现在在家办公的 每天都会穿 买它 好那接下来这个look呢 是我做瑜伽的时候最喜欢的几样单品 那首先我先来说说 我里面搭的这个内衣 那这件内衣呢也是MAYA加Free Brought系列的一件内衣 首先先说一下这个颜色 就是经典的黑色 然后它前面有一些条纹的设计 这款内衣弹性非常好 穿上身以后一点都不会压胸 所以它其实是一款适合低强度运动的内衣 首先它的肩带就是这种细肩带设计 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欢 我穿上颜值再现 也可以让你的后背呢 看上去线条更流畅 那MAYA加的内衣呢 所有的肩带都是可以自由调整的 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个调整 所以也是非常的友好 那因为这款内衣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其实平时在家居家的时候也会穿它 非常适合穿戴一整天的一款内衣 好那在这个外面呢 我搭配的是一款长袖的瑜伽服 我觉得这款瑜伽服真的是太美了 大家首先先看一下这个颜色 这款的颜色呢是一个痘印红 是不是很治愈非常的美 我觉得这款颜色搭配黑色真的是绝配 然后这款上衣呢也是用了MAYA加的匀感面料 所以它摸上去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轻肤 而且这一款前面的这个深V呢 真的是非常的显瘦 那这一款的裤子呢 我搭配的就是LULU LEMON加的ALIGN ALIGN使用的面料就是LULU加的NULU面料 也是他们家的独家面料 穿起来呢就像裸感裤 它的面料非常的柔软 适合平时做瑜伽或者是居家穿搭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它的使用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虽然它的价位要比MAYA高很多 不但是功能性也好 它的使用平凡率也好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条骨子 它的塑形效果其实也是非常好 以这种非常轻薄的面料来说 我觉得整体上身效果我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其次就是ALIGN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超高腰设计 那像我一开始就说过我是一个对塑形要求非常非常高的人 所以这种超高腰身的一个设计呢 对我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住我的小腹 让我做运动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 这一条裤子买的是一个28英寸的长度 那差不多就是到我的脚腕以下 那如果是比较娇小型的女生呢 我会建议选择25或者是矿的内衣 这样穿起来呢可能就会到你的脚腕以上 长度会更适合一些 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look呢 算是四个穿搭里面最酷的一个look 好那首先先来说一下这套look里面的运动内衣 那这款运动内衣呢 我也选择的是MAYA家的free bra系列 那这一款跟刚刚free bra的区别在于说 它的前面做了一个小心机的网纱设计 我觉得制造了一丢丢的小性感 我还挺喜欢的 那它的肩带呢给大家看一下背后 它肩带做的也是比较的简单 但是也不失设计感 所以我也非常喜欢 它的面料其实也是选择了MAYA家的敏感面料 所以穿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舒适 好那在选择上衣的时候呢 我还是选择了一款MAYA家的敏感梯 这一款T呢跟刚刚那条紫色其实很像 它也是做了一个背后开插的设计 那如果小伙伴们喜欢短款版型的话 也可以在它的背后做一个打结 这样子呢就可以很轻松的打造一个cropper 这一款采用的面料也是MAYA家的敏感面料 所以它的透气性非常好 也是穿搭起来非常的舒适 好那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个穿搭里的重量级选手 也就是这一款Essentials的唯一 我觉得Essentials其实是在所有潮牌里面 我个人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品牌 这件卫衣是90美金 在卫衣的前面做了一个Sentials logo的设计 它的袖口上面呢还有一个3M的反光刻字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特别 那包括它的帽子上面也有它的logo 然后版型呢它其实是一个宽松版 有一点塌肩的效果 所以穿搭起来其实是一款非常有运动感的尾衣 我觉得奶白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颜色 所以我已经迫无期待想要再抢一件了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买它 一定要买它 我觉得Essentials可能就是每个爱穿搭 爱臭美的妹子衣柜里面必须要有的一件尾衣 因为真的是太值太好看了 推荐给你们 好那说完上身 我们要来说一下下半身的穿搭 那下半身呢我搭配了一条骑行裤 那这条骑行裤也是LULU他们家的 那它的面料就是LULU 然后侧面还有一个口袋的设计 我觉得其实非常的方便 像我们平时喜欢戴手机出门 就可以直接把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 或者是卡包啊 像这些小东西都可以塞在一个口袋里 所以实用性很强的一款骑行裤 那当然大家知道骑行裤现在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单品 很多妹子都会把它搭配西装啊 卫衣啊 都是一些非常时髦的穿搭首选 那在骑行裤的选择上呢 我会推荐大家选择一个10寸的长度 我觉得如果是太短的话 可能就会显得大腿比较粗 这款上身的效果呢 是在我的膝盖之上一丢丢 所以我觉得长度来说是刚刚好的 我当时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了一款 比较长的骑行裤 因为好多品牌的骑行裤 其实都是偏短款型 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look呢 是一个非常适合日常穿搭的look 那首先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呢 我选择了一款Maya家的吊带 这款小吊带也是我的大爱 因为它非常适合做一个内搭 或者是外搭的一个单品 那这些单品呢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件Maya家的单品 因为它里面有做一个支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在这款冰冻内衣外面 我还搭配了一款Maya家的Air银杆梯 他们家的银杆梯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件单品 所以我入了很多不同的颜色 那这一条颜色呢 主要是跟我的内衣做了一个呼应 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紫色 是不是很好看呢 它的后面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一个开叉的设计 非常适合在你的前端或者是后端做一个打结 这样子呢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一款宽松的上衣呢 做成一个短板 然后它的面料是这种镂空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它的背后呢也是做了一个网纱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的透气性非常的好 在你运动时候出再多的汗也不是问题 好那接下来来说这一款裤子 这裤子也是Maya家的 这裤子呢就是他们家的爆款 小腰筋裤 那跟云感裤比起来 这一款的面料会更硬挺一些 那这款因为它的塑形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棒 不光有提吞效果 还可以平抬你的小腹 因为它是一个高腰身的设计 那提高腰身以后呢 你的比例也会变好 我刚刚有说过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加上它旁边还有两个口袋的设计 所以它的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强 这款面料非常的丝滑 所以其实它有一点点的珠光 跟反光的效果 如果不是很喜欢反光效果的小伙伴呢 我建议选择浅色 像我这条裤子还有一个粉色 大家一定猜到了吧 粉色穿起来反光效果就是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如果对反光效果比较建议的小伙伴 我还是会推荐大家选择一款浅色来做搭配 那这款也是他们家的爆款 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一定不会错过的 因为它真的是太好穿了 买它 买它 一定要买它 OK 宝宝们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今天喜欢我准备的四个不同运动穿搭look 也希望大家在我的视频里找到一些小小的搭配灵感 虽然我自己已经快健身差不多一年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一个运动菜鸟 只是在运动装备上面稍微可以给大家一丢丢的小建议 But anyway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视频 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一下给我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